你有没有刚好想玩的小朋友,却始终等不到中文化翻译,因而感到却步呢? 尤其偏好游玩欧美或者日系HGAME的朋友,可能会遭遇这个问题 而更多时候除了等待他人释出中文化以外,或许我们也能尝试自救 Tenxtractor就是这么一套翻译软体 它专门针对以RAMP游戏设计套件制作的游戏 并且支援D-PAL或者Google的翻译 在将软体抓取的文本透过外挂翻译后即时显示于软体提供的翻译字幕区 但仅支援四川化能同步游玩翻译 此外D-PAL翻译会比较精准,但速度较慢 而Google翻译就是翻译较为迅速,但稍嫌不够精准 至于试图使用Tenxtractor的用户要用哪种翻译? 观看自身抉择 大家好,我是九龙 平凡的人独播反故事 今天的影片将出抄底示范这套翻译程式 如何把Rampi Games中的外文转译成中文 主要示范是选用Google翻译的资源 原则上D-PAL翻译使用方法一模一样 不过应预设是Google翻译 Liter.xdll文件即可 然后回到扩展的列表,将可以看到D-PAL翻译列于其中 并且当添加翻译到列表后把它拉至第一顺位 避免后续无法进行翻译 那之后若你想要使用其他的外挂选项 则均可透过这样的方式新增或移除 接下来说说如何取得Tenxtractor这套翻译软体 我把取得网址放在本次影片资讯栏位点进去 在Asset区可以看到本次主角 第一个Tenxtractor 5.20 这个档案是要安装的版本 安装后会支援简中介面 又第二个档案只需要解压缩 但仅支援英文介面 这里一样看你自己选择 接着无论是安装版、飞昂专版均随附X86、X64的程式 它们分别对应的是32位元以及64位元版本的游戏 其中X86对应32位元的版本最是方便 以欧美小黄游来举例 32位元版能翻译到游戏内的聊天选项 但是游戏里的手机简讯不一定支援翻译 要看那名作者的程式码能否被读取转译 用Steam平台上的EdgeGame大多请支援64位元游戏 怎么办?没关系 我们就选用X64版本 但游戏内的聊天选项就必须靠你自己了 同时只用X64版本翻译64位元游戏 还比X86版本再多上一步骤 要把本次影片资讯栏 Mega网址里提供的档案一并下载后 丢进你要翻译的那套游戏本体的Game资料夹中 如此一来 Textractor才能抓到64位元版本游戏的文本进行翻译 至于Textractor安装取得后 后续要进行相关设置 打开软体,我们先在D-Pair Google Translator 自己的区块设置 翻译为那栏位改成Chinese Transition 再勾选仅翻译当前选择的文本线程 然后确认数值 限流器定牌数3000 限流器定牌重置时间6000 最大文本长度1000 这里设置完后 接着来到Textractor的字幕显示区 它的字幕要调整位置 是在显示字幕的窗口边缘做拖曳 右下角的小箭头点击 则能调整字幕视窗的大小 在这里 于字幕显示视窗上 点击右键可以操作各项设定 字体,选择你自己喜欢的字形 以及最终显示字幕的大小 文本颜色 更换字幕显示的主体颜色 文字边框 勾选后可增加显示字体的轮廓 让字体显示更为清楚立体 再来背景颜色 这里看你自己 不过可以把它转成透明 这样游戏时才不容易被遮挡到画面 选择好任意颜色后 透明度调整为0 出来的便是透明背景 并且窗口总是置顶型 记得要勾选 最后 从Textractor的程式主页面左侧 启动游戏那两位 挂在你要游玩的那套游戏启动档 点击OK 接着游戏启动后 若你前面设置没问题 那它只要有能读取的文本 便会进行即时翻译 只是要注意的是 倘若你是用X64程式来进行游戏 则还要点选Textractor 程式正中间的栏位 选取后缀名为剪贴版的项目 这样字幕才会显示 选取转译的文字 又本次能做出这支影片 要感谢小航游 Disco社群中的 Humble.com 他向来致力推广这套软体 希望能帮更多人玩上 你真心想玩却苦于美中文化资源的HGAME 以上 谢谢收看本次影片 若喜欢本次影片 别问派视设频告内 我们只要多元 请请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鼓励我制作更多同一期影片 又对本次影片有什么想法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九龙仔什么 我们下期再会